我们昨天把房车停在这里 风景特别的好 在城市里面我们一般很少在房车做饭 就像偶尔座也是在车内用锅随便炒点菜 大多数我们会在当地吃 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是行轮过街可以按按钮 按了后呢这里就会显示20多秒 就共里通过 这个设计真的挺好的 以前吃饭专找网红店去吃 后来发现网红店的味道一般 就是环境比较好 现在我们吃饭呢一般是找居民区 有时候会问一下路人哪一家好吃 要推荐哪一个 然后我们找的味道都是比较好吃的 我到学校区域了没找到吃的 找的应该是个牛腩粉 谁说广多人不吃辣的 刚刚把我拉死了 不过特别特别便宜 才12块钱一份那么多的牛腩 什么都想吃 都是一盒一盒卖太多了 你就来个这个呗先来一个 我要一个知识魔方吧 买一点早上再冲杯牛腩 就是早餐呢 路过一个水果店 车里只99块钱两斤 真便宜呀 不过它是小号的 也行吧 便宜吗 来说买个小一点的尝一尝 他说我喜欢吃就买一大包的 吃饭只花了24 买水果花了125 这简直是把水果当饭吃了 别人都说吃水果减肥 我感觉现在吃水果呀 是捡钱呢 看这两个 做的是真享受啊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金沙湾 瓜海长廊 特别的漂亮 今天天气也好 对面就是湛江海湾大桥 真的超级漂亮 可惜呀 这里是禁飞区域 不能飞五轮机 要是飞五轮机 这里真的太好看了 这是一个港湾 看水都很清澈 这里很多渔船 这家打鱼断的也很辛苦呀 全部靠海上漂泊 辛苦打鱼才能赚到生活费 这个是弄的生蚝吗 在那里看不清楚 今天是翻船冠军比赛 咱也看不懂 给你们看一看吧 这十一大早上写的 南无阿弥陀佛 大哥在这钓鱼 我看了这个桶里面 真的有好多这种小鱼啊 这个光海长廊全长两千一百米 其实这的真的很漂亮 可是还真的很强哦 你看这铁垫 我感觉都可以掰开了 铁都一层层剥落下来了 像发现一个这个 像树根一样 我觉得可以收拾收拾 给它做一个装饰的东西 还挺好看的 可惜搬不回去呀 太大了 又进入疯狗模式了 不停不来我们拴绳子 自己在那里跑来跑去 真的太漂亮了 真的 太舒服了吧 把这个船开到海那里去 一个漂不完 坐在那里 所以还搞个破围子 晒着太阳多舒服呀 跑渴了吧 跑去喝海水 那海水能喝吗 这里还有一片沙滩椅 我准备在这里躺着睡一会儿 太舒服了 自备水果 躺在沙滩椅上面 晒着阳光雨 美哉美哉 坐在这里 思考思考人参 接下来